大家好,欢迎回到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NHK的节目,军木器言 我们节目主持人Larry 今集想和大家谈谈中国 近期在东面和西面部署东风26发射基地 我们先谈谈,今次是一份报告 来自美科学家联合会,我们简称FAS FAS近期有些报告,之前和大家交代过 一份报告关于中国的导弹情况 包括接近核增加核武庫的情况 今次主角就是IRBM 中程弹道导弹的主角东风26B 今次在FAS的报告中说到 中国的山东省,在清州市附近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训练墙 上面部署了一些东风26的发射器 这个发射器通常叫做TEL 这种发射车通常一架发射车 我们计算是配备两枚的波弹发射 在这个地方,如果看卫星 也不只是一次见过山东附近的部署 另外也有其他,例如汉和 如果大家有看汉和的评论 他在香港现在没有出树 平沃夫在他的YouTube频道上有提到 他说在山东的清州基地 部署了16枚东风26的发射器 另外在新疆那边,比较远 这个叫做富二 这个基地又部署了东风26 大家计算,或者说 可能东风26的部署大概有 55至60飞左右的东风26B 当然我们引发猜想 为何要放在这些地方 第一个情况,放在新疆这个位置 大家能理解 由去年2020年5月开始 加勒马河谷那边 有印方士兵死亡 中方士兵死亡的情况不明 其实中印双方的边境对峙很浓烈 大家看到的情况 中国处于手势 当然第一个地形就不走 如果是军事集结 一定是印度那边容易很多 动员会比较适合 还有中国能够做到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它比较防守式的情况 例如在这些关键的捷点 放在这个防空系统 将你巡逆的直升机和战斗机 有机会再击落 从而保障地区 它们只能够做防守的态势 你会发觉如果它可以摆到 一些拿手好戏 就是它们的火箭军 放在东风21 东风26的特登 射程 若大家看到它放在富尔勒部署的情况 若大家看到 这个位置 你会发觉是很远的射程 因为我们说到东风26 理论上 在中国的官媒说 可以去到5000公里 通常我们都会打个折 如果你看到这个FAS 会说到3000公里 我们看到美军就写4000公里 所以我们通常就预计是大概4000公里 甚至乎有些人会当3500公里 我们就更豪一点 当4000公里 如果4000公里 大家看到 富尔勒基本上是整个南亚地区 即是说整个印度全境 都是在富尔勒基地 部署的东风26的威胁之下 这个可能在战略上的角度 就告诉印度 你整个国家 已经cover了中国的导弹威胁之下 而东风26B 因为它是核常兼备 基本上 弹头的切换 是有四种的选择 例如有些高爆 有些穿透 有些常规 黑弹头 散弹 有几种不同的玩法 换弹头就可以了 所以非常方便 部署会很快 机动式的发射 所以灵活性很大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 但对印度的威胁很大 印度那边 它本身也有烈火5型的飞弹 烈火5型飞弹 烈火5型飞弹是一个洲际导弹 射到5000公里 就禁止北京 所以这也可以视为对印度 武器的攻击 这是一个姿态 所以说给印度 战术上可能有优势 但战略上 中国的导弹 随时在剑指申特利尔 令到大家 某程度上都是雙方的 一个合作的武器 令到大家没有容易开战 这个都叫做背后的一张牌 另外,中国也有些军事专家,有一个常常说的姓周 经常说,这次的导弹射击放在沙漠的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不是特意威胁印度 当然,如果你照看,可能有可能威胁到印度洋的情况 我们看可能是麦加拉湾那边 但真正威胁到印度洋呢? 可能是5,000公里就可以 我们暂时未知,因为未有试射到这麽远的情况 另外,我们会看,放在山东那边的情况 通常大家发觉,如果放这些淡导导弹,尤其是通风26 有一次在去年8月26日试射时,通风26是藏在青海 大家知道青海在大西北 如果航空母船,要派艦射击攻击也有困难 所以通常都部署在深山、好入的 中国的一个好入的战略中心的地方 保护这些飞打发布 如果放在山东那边的位置 如果放在山东那边,它基本上能够遮到整个西太平洋 因为它说的4,000公里 日本整个国家范围,南韩当然会覆盖 台湾甚至关岛 如果关岛也覆盖,即是第二岛链 无一个地方幸免 甚至乎它最远,差不多整个南海都能够覆盖 所以大家看到,一个东一个西的位置 而它的经位线比较高 其实就避免了,你常见的第七舰队 即是由菲律宾海进入南海、东海 然后对中国进行攻击 因为如果东风26B 证实了它可以攻击二岛目标 如果它在其他外海入来的时候 往往就很危险 这也是中国一贯的区域拒指反介入的战术 所以大家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派在位度比较高的两个地方 一东一西的部署 也不会看到东风26会派在比较近南海的地方 其实也不需要 因为中国的战略和战术也暂时到南海为止 印度洋暂时,大家看到导弹还未覆盖到印度洋的情况 因为如果要覆盖,一个部署要说到云南、广西、广东 也很容易受到美国的战斧导弹的攻击 包括你看到外海俄级的改装 那种SSGN攻击 即使用战斧飞弹 或者我们看到阿里巴加级那种 或者是台湾多罗加级那种战斧式飞弹的攻击 所以大家这次都比较能够理解 就是导弹的安排位置上的情况 最后我们想说 其实这种东风飞弹 由去年开始说 去击中一些南海的移动目标之后 其实甚至欧盟北弱欧洲各国 都会考虑派多些艦队或护卫艦 进来南海做自由航行 原因是很简单 因为这是一个自由世界 对中国的抗议 如果你用这些武器攻击他们 他们都会很愤怒 而且他们在亚洲、亚太、南海的利益 其实都十分巨大 即使你看到德国、法国、荷兰 他们在东南亚做交易的生意都不是小 当然你看到他们和日本南海也有生意来往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控制南海 基本上是世界贸易 每一大块都会受影响 大家也习惯了 在美国自由航行的保护之下 基本上海盗畅通无助 如果有中国人持有食堂 究竟会怎样呢? 收保护费 或是否要查询货船 这些大家都不能想象到 他们的商业破坏性 那种不可预测性有多大 所以你看到德国都会派军舰来到夏天 一架飞机应该就会过来 要不就会过来韩国 要不就过来澳洲那边停靠 澳洲我们比较看好 在大英文军港可能会停靠 应该也会进行一次南海的自由航行 法国似乎都会在德国的情况下 英国大家知道了 CSC21 就是我们说的伊利沙巴女和豪 就会进入了亚洲区 也有机会停泊新加坡 停泊文来 澳洲 例如大文军港 这些英联邦的地方 当然也很有机会造访日本 可能要去沖泊渣 也会在沖繩 或者不说 或者去座石堡 甚至極有机会去历史性盼望 这些是横衰何何情风 所以大家会看到 现在欧洲各国都有执行南海自由航行计划 与美方协调 美方拜登那边要如何协调不同国际艦队 而英国和美国都破天荒 签了一些合作协议 某程度上好像一种联合艦队的味道 将英国邀请进入亚洲区 我相信如果以美国联盟为首 他们必须不只用美国的力量 必须借力打力 联合区内的力量作为围堵中国的策略 这跟当年美国和苏联那种不一定要硬对硬的 有时可以自取 用一种游升的力量包围对方 直至对方干潔而死为止 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为大家分析 中国部署东风26 有两个一东一西的基地 他们的战略含义 和对周边国家的威胁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云道 记得订阅和按下中键 第一时间可以收到我们的通知 另外我们的广告 短的大家可以全看完 可能是一至两个 长的话看30秒以上就会比较好 另外我们有个patreon会员频道 大家可以一杯咖啡格战 不用40元 订阅对我们每个月的帮助很大 大家多多帮忙 另外我们也招请主持 或者我们做字幕或者剪片的朋友 如果有兴趣 记得PM我们 可以WhatsApp或者Signal 我们就在其他分析再为大家提供支援 我们的节目主持Larry 拜拜